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的那个女孩 我俩关系还不错 这个叶子我确实听韩寒讲过几次 叶子建了个玩乐微信群 经常叫着群里一帮男男女女轮流请客 一起吃饭 一起爬山 一起唱歌 韩寒每次都参加 她会去参加群里每个人的婚礼 并随上分子钱 会随时同意别人需要她凑数的饭局 不用提前约 随叫随到 韩寒工作五年 几乎没存下什么钱 没男朋友 没房 没车 在我们圈子里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大家都说她很好相处 因为她极少拒绝别人 不管输不输 韩寒的腿有点外八字 特别害怕别人笑话她走路滑稽 但就是有剑胚子喜欢拿这个开她玩笑 尤其是关系稍显亲密的人 说她走路像一只上了尖锅的鸭子 别人指着她痛楚哈哈大笑时 她也只是尴尬一笑 我问她 不喜欢别人开的玩笑 不直接告诉对方吗 她说 我怕别人说我开不起玩笑 说我不合群 很多人都会这样 胸口即便雷霆万钧 唇齿间却依然云淡风轻 为了一个别人口中的合群 明明想拒绝却不敢说出口 宁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 也要对他人友善 那么 你建群就合 就算是合群了吗 有多少人明明讨厌社交 却不敢不去 有多少人明明不想瞎聊 却硬是张嘴 抢言欢笑 又有多少人幻想 试图通过帮助别人来维持 泛泛之交 那些明知你不乐意 还要拿着合群 胁迫你为难你的人 也压根不是什么好人 在报社做记者的时候 认识一个加拿大的朋友达西 他聘请我给他做了一个项目的翻译 项目结束后达西在一个会所请项目组所有人欢聚庆功 十三个老外 来自五湖四海 就我一个中国人 那天刚好报社牌表上分给了我两个版 而我手头上还有四篇稿子 需要当天写完等着上版 所以去参加庆功party的时候 我牵肠挂肚地对自己说 嗯 就玩一个小时 然后就滚回来干活 一个小时过去了 大家都玩得兴致正浓 有人要玩射箭 让我帮忙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 有人想点首歌 让台上那个身材火辣的歌手唱 要我帮忙问问需要多少钱 因为第一次合作 我希望给达西他们留下好印象 以便以后有这种钱多事少的活 还能愿意再次找我 两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完全没有散的意思 而我也不好意思先行告退 但是因为一堆稿子还在等着我 所以每过去一个小时 我就焦虑地看一下时间 四个小时之后 我开始心不在焉 焦虑爆棚 如果晚上十点前交不了版 我必挂无疑 于是我决定酝酿理由 酝酿各种抱歉的情绪 好让自己能妥善退场 这个时候达西注意到我的不对头了 他问 是不是有事需要提前走 我脸一红 支支吾吾地 说出各种理由和原因 来表达自己不得不提前退场的惭愧与抱歉 没等我说完 他马上打断我 一脸诧异地问我 小鬼 你要是有事需要提前离开 为什么不直接说呢 你随时可以走啊 这里没有任何人需要你迁就我们才能开心的 而且也没有人有权利干涉你的自由啊 之后达西在中国的一年 我们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 同道中人 和而不群 非你所愿 群而不合 和群并不能成为一种可靠的价值判断 当你和一个群体交往感觉到累的时候 说明你们可能并不是同一类人 不是所有的群你都要迎合 胁迫性融入群体很难给你带来任何舒适与价值 更甚的是 当你削足势旅地 绑架自己强行融入一个自己压根不喜欢的群体 这往往意味着一种堕落的开始 在细语中呼喊一书中 于华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 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 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 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 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 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 有很多人 只是因为害怕别人说他孤僻才去社交 才去牺牲自己的独立精神与真实意愿 让自己的出现在声色犬马的群体狂欢中 但真正有所成就的人 都在用不合群的时间去重塑真正的自我 合群确实能给很多人带来安全感 孤僻 不爱说话 跟大家玩不了一块去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但是有些平庸的群体就是怕你出条 他们就是要同化你 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你拉低到平庸的层次里 这样他们才有群体平庸的安全感 你害怕不融入群体会被大家鄙视 但是用合群胁迫你融入群体的人更怕被你鄙视 无敌向来见 破其来的泛泛之交很难让你受益颇多 合群确实会给人带来资源机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明明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公愁交错 不断喝吐的人 但是有独立精神的人 多数不稀罕那些所谓的人脉资源 泛泛之交都是表面资源 唯有则良母而欺 则良友而交 让自身强大 沉淀真本事 才能跟别人平等对话 才能不卑不亢地谈合作共鸣 而不是跪求帮忙 朋友过生日 来吧 谁谁谁结婚 去吧 晚上来喝酒啊 好的 很多人跟我们并不熟 但是因为一句都是朋友嘛 就挽着面子颠颠地去 为了合群 我们究竟浪费了多少时间 我们以牺牲自我意愿 为代价的合群 又能给我们带来多少 我们期待的友谊与资源呢 有时候 不是别人绑架了你的意愿 而是你用不切实际的期待 绑架了自己 合群很重要 但是要合一个什么样的群 更重要 没有人逼着你去做一个小可爱 合群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学习 彼此提升 或者只是为了纯粹而真实的情谊 如果这两样你都不为 只是花费大把的时间 让别人都说你 人很好 那么 你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 这样的群 合而无用 只是在帮你消磨余生 唯有尊重内心 擅作取舍 才能脚踏实地 拥有一个清净快乐的自我 合群不是规则 你终究还是要对自己负责 那么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